台南環保局人員端午節一早加班 出動小山貓清運垃圾 這堆垃圾堆放在人的區 一間透天錯前 垃圾堆在兩邊只剩狹窄通道 附近鄰居動不住抱怨連連 不愛他用這樣 會跟人生命啦 完結啦 資源回收的物品堆放在棋樓下 影響環境 滋生蚊蟲 鄰居更怕發生火警 抱怨屋主勸說勸不聽 還會爆發口角 鄰居長也拿屋主沒轍 只好請環保局強制清除 它的情形從100年到105年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勸導 甚至拜託的方式啦 因為鄰居在這邊不慎勤勞 環保局協同經營方向屋主勸說 強制清除 一共清除三卡車的垃圾 重量大約兩公噸 而屋主遭開罰3000元 清運費用也由屋主承擔 這你給我清沒關係 我認分 一堵把他撈給我 台南登革熱疫情目前已累積21例 就怕七樓下的垃圾再不清 要是變成登革熱高風險區 事件大條 這類觀眾台南報導